歡迎收看今天明天下 摩根大通的執行長戴萌說 美國的經濟 現在有四成左右的機率 是會軟著陸 不過他自己認為 更大的可能 就是美國的經濟 即將要出現衰退了 所以接下來 有可能會迎接大拋售潮嗎 不過日本央行副總裁就說 在市場不穩定之前 是不會再升息的 當然也帶動了日本股市 在昨天又占回了三萬五千點 當時日本 現在是不是民眾的日子 真的苦哈哈 因為物價越來越貴了 很多的貧困家庭說 真的不想要放暑假 因為暑假小孩待在家 包括伙食費 還有水電瓦斯的費用 也都出現了往上漲降的情況 另外在這一波股市的 一個回檔之後 到底現在的股債 到底應該要如何來做 配置呢 還有美債十年的報酬率 會勝過美股嗎 以及在金融股的部分 那麼在今年前七個月 五大金控的獲利 就已經突破了千億了 可以看到 在獲利表現 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這個時間點 適不適合去存金融股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 財經專家有庭浩 大家晚安 李柏亞太區研究總監 馮志源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謝陳彥 大家好 投資專家超馬巴勒 大家好 我們先請教廷浩 在今天台股是由全子股帶頭下殺的 好不容易在前幾天又出現反彈 今天又殺回來 大家說到底是有怎樣的利空 那麼現在這個小摩的執行長代摩說 他認為美國的經濟很有可能會陷入衰退 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沒錯 現在衰退論又再度成為華爾街的主導 可是你想想看 自從2022年以來 我們看到幾乎每幾個月 市場上就會針對衰退的聲浪 重新的提出 不過過往來看 即便認為會衰退 也沒有大幅影響市場上 對於聯準會利率決策會議的變動 也就是針對國債的做多 我們簡單來說 現在根據現在各大銀行 針對九月份的利率預期 都認為大部分都是降息兩馬起跳 我們舉例說 像美銀的部分 就認為會降50個BP 降息兩馬 巴克萊甚至認為會降息三馬 花旗認為會緊急降息 甚至來到四馬到五馬 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降息兩馬 已經成為主基調的話 就代表著市場上 的確正在price in 衰退的可能性 是因為經濟真的很差了 才需要這樣子降息 事實上我覺得是因為股價跌 所以他在這樣子 但我們要具體觀察 到底小摩代摩 所提出的這個衰退的隱憂 存不存在呢 因為他目前認為 有四成的機率會軟著陸 但是有更多的機率會造成衰退 首先看一下 小摩到底本次 有沒有改變他的策略看法 基本上他從來都沒有改變 從過去幾個季度以來 小摩一直是標普白指數當中 所有投行當中 目標價來得最低的 我們具體觀察 如果是以今年來看 大部分投行 給予標普白指數的目標價 大概接待4800點到5000點左右 那我們都很清楚 今年是一度曾經突破所有投行的目標價 但是我們看到 在所有目標價當中 最低最低的是誰呢 JP Morgan 預估四千兩百點 從來沒有調高過 所以小摩基本上 本來小摩就看得很悲觀了 他一路被嘎上來 現在也沒有改變他的看法 認為標普必須跌回四千兩百點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代蒙的看法 有哪幾個要點來值得留意 第一個就是目前製造業ISN 目前來看仍然在四十六點八 那換句話說 現在就有兩種看法 第一種是由於ISN製造業偏埃 目前屬於五十以下的緊縮格局 就代表著要嘛就是股價漲多了 必須均值回歸 要跌下來 要嘛就是製造業偏埃 必須要往上走 而從目前的經濟態勢來看 他認為隨著消費的疲軟 製造業在短期內 是不可能大幅上行的 終端商品的帶貨潮 沒有想像中來得亮麗 換句話說 他承認的確可能AI伺服器 上游端的資本支出再下 但他不認為下游端的I16 AIPC會賣得多好 認為仍然有很長距離 所以股價均值回歸的可能性 就比較高 這是第一個看法 那第二個看法 是到底我們看到 影響過去一整週 日元套利交易的平倉 結束了沒有 我們都很清楚 之所以曾經日股 一度 兩度壟斷 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日央的升息導致大量的資金平倉 要讓日元回流到日本本土 那現在問題來了 當時一度壟斷的這些平倉量 現在平完了沒有 就是當時日元已經寬鬆了 三十年四十年 大量的資金流入到 美國歐洲市場各地 現在短短一週 大家就已經把倉位都平倉 都回流回去了嗎 有可能嗎 還是有更多人 他要等更好的價格賣 因為當天台紫期是直接跌停 你賣都賣不掉 借日元的人 他不可能扛在阿呆股嘛 所以他希望怎麼樣 等反彈的時候 所以很可能會持續呈現 更顯著的賣壓 到底結束日元的平倉交易了沒有 目前還沒有辦法確定 再來呢 是屬於就業數據的變化 雖然就業數據 我們過去跟投資朋友提過 失業率雖然現在已經達到薩姆規則 也就是這個平均失業率上行0.5%以上 所造成衰退的前瞻指標 那戴蒙斯認為這項指標 的確它並不是一個充分條件 但它是一個必要條件 什麼意思呢 就好像通常在股市崩盤以前 股市會先創高 在經濟衰退以前 失業率必然會上行 他已經有經濟衰退的隱憂所存在 但不是每一次的失業率上行 就一定要衰退 要崩盤 所以如果我們仔細這樣做推敲 你就會發現 他說的每個利空 你某種程度還是可以解釋成利多 比如說ISM製造業指數 P&I在46.8 不到50 那從邏輯上來看 你是不是應該買在製造業低迷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買在景氣 相對沒這麼好的時候 如果現在製造業P&I是52 53 那你不是買了 長期才會被套牢嗎 第二 觀察重點 那第二個 日圓的套利 目前日央都已經釋出 非常明顯的訊息 對 因為市場不穩定 前來他不會再省 那說明什麼 只要未來他有可能提出升息 那市場隨時都給你不穩定 你就可以停止升息了 對不對 所以目前來看 日央所釋出的看法也相對和緩 那最重要的就是薩姆 薩姆法則雖然發酵了 但是經濟學家薩姆認為 他這一次的指標有可能會失靈 來自於非農救援數據 在颶風的影響 以及海外移民的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以長時間 來多多一些留意 最終你會發現 衰退 景氣後張久了 其實總會衰退 但是衰退到底什麼時候來呢 我們基本上可以從 亞特蘭大聯準會 最新所公布的GDPNOW模型 來做預判 過去它的誤差值 大概都0.2到0.3 幾乎是非常準確的 那這一波在昨天 我們看到 亞特蘭大聯準會 把第三季GDP的濟增幅 從2.5%上調到2.8% 過去一個禮拜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有這麼多的經濟病因 他把GDP給上調了 那基本上隨著第三季 我們確定已經是正成長的話 就可以確保的 要衰退也絕對不可能是今年了 為什麼 因為要衰退的定義 最簡單來看 是連續兩個季度的GDP 呈現負增長 對 那今年第三季已經正成長 幾乎已經確定了 所以衰退不可能在今年 所以市場上所有的衰退的預測 都是在二零二五年 可是按照目前消費持續的支撐 基本上也是走到 明年中旬左右而已 所以接下來幾個月的經濟數據 就值得我們多做些觀察 如果根本沒有任何消費疲軟的現象 聯準會九月份又必然降息的話 那就說明著 接下來的放水很有可能會刺激 接下來不管是多投 還是景氣消費的持續繁榮 如果說在2025年 真的有衰退這樣的可能性的話 那廷浩覺得 會是比較輕度的一個衰退 還是說真的有可能會出現 重度衰退的情況 沒錯 我們講的輕度衰退 跟重度衰退 它有很多指標可以來做界定和判定 但我通常會直接用一個指標 來做直接判定 有沒有造成大規模失業和通縮 就是說有時候數據上是衰退了 比如說2022年 其實我們經歷過衰退 不過那叫技術型衰退 為什麼呢 因為那是連續兩個季度的GDP 呈現負增長 可是2022年到底有沒有造成 失業率的大幅飆高 到底有沒有形成明顯通縮現象 沒有 2022年反而通膨還很高 所以我們要具體了解 到底我們講的深度衰退會不會發生 就必須來進行回測 首先第一個觀察的重點在於 如果聯準會 它的降息是有辦法刺激經濟的 現在我們看到 由於10年期供債值利率 已經有適度下滑了 有沒有造成部分過去 受到利率抑制的資產 開始有所變動 比如說過去的房市 因為高利率一直壓在那邊 現在房貸利率往下掉了 這幾個月 美國的房市交易量開始有所提升 那另外一個 從貸款需求來做觀察 我們看到 不管是汽車貸款 信用卡貸款 還是我們看到 個人民間信用貸款 相對情況 都比2023年中旬好很多了 它還沒降息 但是市場的利率 已經開始逐步反映未來的降息 所以市場的借貸量 反而在緩步的提升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過去被視為AI 有可能泡沫這件事情 經過這一次的回調 泡沫也沒這麼大了 來到一個合理的位置 我們以大型股科技股來看 你像是我們講的 七大科技股來看 在過去的本益比 最高來到36倍 現在經歷過均值回歸之後 剩下27倍了 回到什麼樣的表現 回到差不多 19年左右的位階了 更何況 從整個標普排指數來看 回到20倍 也比當時2021年的24倍 下滑不少 還要更低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承認 市場上已經開始反映 由於利率下滑 可能造成的消費擴張 那第二件事情股市不像過去幾個月 看起來這麼貴了 那事實上我們也必須了解 到今年為止 其實美國股市多數指數 世大指數都還是正報酬的 它只不過由於今年漲幅 乖離拉得過高 做了一個相對大的回調 標普排指數 從高峰到低谷的跌幅 今年最多是跌八個percent而已 所以這換句話說什麼意思 就是說今年如果是從波動政府來看 甚至都沒有想像中還要來得大 在美國股市身上是如此 所以接下來就要做一個預判 如果消費接下來沒有在未來幾個月 出現急速惡化 失業率沒有突然增高的話 那我們幾乎就可以肯定了 2025年中下旬 有沒有可能遇到衰退 答案是有機會的 但是它是屬於機期上的衰退 是屬於由於過去擴張週期走太久 必須要適度滑落 數字上的衰退 如果在今年9月就已經降息的話 就不是等到它衰退之後 再來做降息 沒錯 很有可能它會幫助 接下來的技術性衰退之後 重新回到多頭的軌道 我是在很難相信會馬上遇到流動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把它視為一個 本年漲高之後做一個相對大的回調 但是最終到底能不能持續上行 我們可以觀察未來幾個月的經濟數據 可是從亞特蘭大聯準總會的GDP鬧模型 它幾乎已經肯定告訴你了 接下來第三季的數據其實並不差 好 港鐵的話在我們看到 當然在近期股市的大幅度的一個回檔 很多人會覺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擔憂 美國的經濟是不是會出現衰退 但目前來看一直到明年會出現重度衰退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其實並不高 但在之前的一個重挫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剛剛停號也有提到 就是日元的一個升值影響到套利的交易 莫名要請教馮總監 現在任央副總裁他已經說了 因為市場不穩定 所以他也不會再升息 那麼現在的危機是解除了嗎 其實日本這一段時間是非常緊張的 禮拜一其實他就是在進行一個 16噸的一個行情 因為禮拜一日股跌了4000多點 禮拜二反彈3000多點 對 又占回3萬5 對 其實昨天的時候還在震 因為早盤的時候 大概還跌了將近900多 將近1000點 沒想到日央副總裁出來講話之後 日股就漲了超過1000點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一個變動 我們時間先看一下 6號的時候 在整個日股熔斷之後 首相安全文雄就親上火線 呼籲投資人怎麼樣 要保持冷靜 這不得了 我們很少看到一個國家的元首 親自跑出來 因為一天的漲跌 出來跟你講說 我覺得了不起 這個主管機關就已經是 細心喊話就已經很了不起 結果國家領導人都跑出來了 表示是非常嚴重 那這一段時間 其實後來我們發現到 就是日本的財務省金融廳 跟日央緊急的開會 結果在昨天的時候 這個日央的副總裁 出來講話 大概在11點鐘 早上11點鐘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 不會在市場不穩定的時候 進行升息 所以目前的話 是要堅定的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 這句話講出來 讓大家如釋中苦 當然日央的一個升息 到底恰不恰當 這時候就有人出來講話 滿多人出來講話 為什麼呢 大和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 其實他之前是日央的一個 其中一個官員 他前面還有一句話 我特別要講出來 他說在日央要特別尊重 市場的經濟跟通膨的一個狀況 來進行升息或不升息的決定 其實他這句話就暗喻什麼 你沒有很謙虛 你沒有很尊重市場的經濟 跟通膨的一個狀況 因為什麼 他直指日央的升息是不當的 就不應該在這個時間點升息 沒錯 他應該要等到 看一下說美國的經濟 是不是衰退還是軟著陸 其實他這個真的升息不太 我個人也是覺得不太恰當 為什麼 因為他之前已經在用 花了很多錢 很多兆日元 在進行干預日元的一個動作 其實在美國的非農之前 大家都說非農跟失業率 是非常重要的 結果他沒想到在之前 還宣布這樣的一個升息的動作 造成全球市場的一個混亂 特別是整個套利交易的 平昌的部分 所以當然就很多人講說 它是一個非常不治的一個決定 當然千栋的市場的資金就很多 包括MACI日本指數股票 上週的賣盤擴大到多少 1.1兆 其實這幾年的時間 日本都非常的努力 希望外資去買 整個買日股的部分 但在整個巴菲特2020年 開始投資日股之後 把整個日股的能見度 給放大之後 國際投資人開始大量的回補 這個所謂日股的一個部分 結果沒想到這個時候 反而開始賣超日股的一個部分 所以造成日本政府真的是相當緊張 而且現在日股的現貨市場 已經接近怎麼樣 拋售的一個高峰 如果這個套利交易 持續在清倉的話 那可能日經225指數 會跌到多少 2萬7以下 有人預估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個 非常嚴重的一個後果 所以也有人擔心說日股這樣子 是不是出現一個熊市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為什麼這個套利 平倉交易會這麼嚴重 當然跟日圓的匯率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藍色的部分是日圓的一個匯率 什麼叫套利交易 就是過去因為日本是 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所以很多人去借便宜的日圓 對 去借日圓 然後去買其他的一些 可能殖利率比較高 或者是獲利性比較高的資產 譬如說像美國公債 或者是像美國股票 其實中金賺的價差 都非常的大 但是在短短 不到一個多禮拜的一個時間 匯率上的損失就有十幾個percent 然後美股又殺 日股又殺 全部都殺的情況之下 就造成了一個 相當混亂的一個狀況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段時間 華爾街反而把 矛頭指向日圓 而不是針對美國經濟的 一個衰退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是在日股大跌之後 還有沒有投資機會呢 我覺得真的 要像岸田文雄 跟大多數的投資人講的一樣 大家要冷靜 我個人認為日股 還是有投資的機會 為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說 整個來講 日本的半導體的部分 在設備跟材料的部分 有一個世界級的一個市戰 所以我認為說 在推達AI的產業 連成一器之下 我覺得日本的半導體 是比較有機會的 第二個股神巴菲特 你看那13F的報告 出相當多蘋果的股票 可是他並沒有出 很多五大商社 他之前買的日本的五大商社 他並沒有在因為這一次 這樣的賣出 對 因為他在今年初的時候 特別有講 自股東信裡面 他有特別講 會持續長期持有五大商社 而且會長達多少 10到20年 那巴菲特不是隨便食言的人 所以這個狀況底下的話 看起來五大商社都要有成長的一個空間 所以再加上日股 目前來講的話 就算之前有創30多年的新高 本益比目前來講 還是比較偏低的 那趁修正的時候 我覺得反而是投資人 可以針對這些 利基型的個股跟產業 可以去看一下日股的部分 不過在先前 日元長期的低迷 大家也說是不是出現了 有輸入性通膨的問題 就很多民眾會覺得 東西都很貴 所以他們現在反而 不希望小孩放暑假 因為一放暑假 開銷就變大了 對 沒錯 這回到我們剛剛講了 大和的經濟學校 為什麼講說日央的升息 不恰當的原因 是因為日本之前 為什麼要長期的維持低利率 就是希望 他們希望造成溫和的通膨 然後讓他們的一個經濟 能夠有比較好的發展 不要造成通縮的一個現象 現在好不容易有一個 微乎通膨的一個現象 但是日本的經濟好不好 其實日本的經濟是不好的 如果我們講 經濟學上的GDP 第一個最重要的數據是什麼 C是什麼 消費 但是日本人的消費 其實都是在說的 為什麼 因為日本的總務省 有公布一個數據 因為物價飆漲的關係 大家都縮減支出 這個數字很漂亮 28888 很吉利 但是對日本人來講不好 為什麼 因為這已經是連續好幾個月 陷入萎縮的一個狀況 而且你會發現到大家 日本人省吃減用 省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省最多的就是 房屋的修散 還有租屋 也就是說住得越便宜越好 房子可能漏水或怎麼樣 我就盡量不要維修了 所以在修散的部分 就大幅減少20幾個% 另外來講水電瓦斯 也減少了非常多 減少7.2個% 所以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話 日本在夏天的很強調什麼 涼感 衣服要涼感 他睡的床墊 棉被都要涼感 為什麼 因為這樣就不用開冷氣嗎 對 沒錯 省電費 就是因為整個在消費的部分 真的就是萎縮得非常的多 另外來講暑假 現在暑假時間 對很多家庭來講 大家也不受歡迎 不受家長歡迎 甚至有人希望不要有暑假 為什麼 因為小孩子在家裡的話 他要吃 要用 要吹冷氣 你還要陪他玩 這樣子的話 就花更多的錢 開銷很大 所以當然針對這個比較 1800個貧困家庭做的一個調查 有高達9成以上的人 都認為就是說 這個物價真的非常有感 整個狀況真的是非常的嚴峻 有很多的家庭都認為就是說 有將近5成的家庭認為說 如果暑假再短一點點 會比較好 不要太那麼長 那有33%的認為怎麼樣 沒有暑假更好 孩子都在學校裡面 在學校用餐 對 沒錯 讓老師照顧 他也不用照顧 也不用花家裡面的錢 可想而知 就是說對日本的民眾來講 這個壓力是有多麼大 那有一個案例 就是說一個單親媽媽 因為7歲的一個女兒上學 但剛好這個學校 沒有營養午餐 所以其實來講的話 他要準備更多的錢 去幫他女兒準備 相關的營養午餐的一個部分 可是因為這樣子 他又為了家計 那怎麼辦 結果他變得沒有 在這個年紀來講 他必須應該要照顧他的小孩子 結果他就沒辦法 就為了家計 就不能夠請假 那小孩就又變得怎麼樣 沒人照顧 所以這種狀況 我覺得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那另外來講 對日本的旅遊 這個影響也是很大 我們常常在日本 也很多 北約應該有去過日本 會參加所謂的花火節 我們在很多像柯南 一些卡通影片 然後就發現 他們穿和服 去參加這些花火節 很慎重 但是因為現在物價太高 放煙火很貴 然後消費大家又荷包 又大幅的縮水 所以今年 關東地區就有12場的 這種花火大會 即將要取消 譬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像祁鈺縣的草家市的 花火節 他原本的預算是 1700萬日元 其實以這個預算來講 我覺得並不算太多 但是因為就是 第一個政府的補助 補助變少了 第二個來的人 可能沒有過去來的 講那麼多 那費用增加的一個狀況 他們有一個 費用上面的一個缺口 因為大概都比過去 增加了20到30%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 沒有辦法在夏日的夜晚 看到這麼漂亮的日本煙火 我覺得真的也是滿可惜的 但這也是證明說 日本的整個在經濟的部分 是萎縮滿厲害的 好 剛剛逢總監 但我們看到 在這次日本央行宣布升息 這個時間點似乎是不太對 當然一方面也造成 全球股市的因此動盪 那麼另外就是 其實日本現在的經濟 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好 大家都會覺得 這個經濟生活壓力很大 不過其實在中國大陸 也是如此 我們要請呈現 帶我們看 中國的經濟到底好不好 對他們影響很重要的 出口的部分 在7月是下降的 因為過去很長時間以來 中國一直靠出口 在推動他們的經濟成長 結果我們看到 7月份的出口年增率 只有7% 這數字都還是少 市場預估是9.5% 大家可能乍聽7覺得還不錯 但他們其實預估原本是應該有9.5% 我說明一下預估的邏輯是什麼 就是我透過綜合的一個觀察 跟數據的一個收集 我訂出一個 你可能的一個出口的年增率 所以如果你比預估來的差 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我們並沒有看到 當然這裡面 這個也是三個月以來最慢的增數 所以代表成長的力道 持續怎麼樣 再往下掉 這個我們之前談過 但這裡面 我們也不要覺得高興說 進口比較強 7.2% 比市場預估好 那我們必須知道 當你進口一直成長 出口一直衰退 會不會變逆差 你沒有收入 你一直在花錢 這到時候會有問題的 未來是不是有可能出口 還會持續走落 我們從幾個角度來看 我們這天也談了 譬如說什麼電動車 軟體這些 你知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當然最早什麼一帶路 如果我們不講 我們就講這一兩年 靠什麼讓他賺到 大幅度的出口錢 其實就是電動車 可是別忘了 美國的敵意已經出來了 歐盟現在敵意也出來了 歐盟都說搞什麼鬼 剛開始大家說 歐洲人很喜歡 中國的電動車 其實會不會弄錯了 現在歐盟也要調高他的關稅 這問題很大 這問題很大 好 現在中國已經出現了 疲弱的經濟成長 我們再從一個數據來看 因為中國也是數一數二的 石油需求國 石油進口國 對不對 好 現在EIA去下調 明年全球石油的需求 原因為何 是全球的景氣問題 還是中國就占了非常重要的 負面的影響 我們從這個角度 其實可以去搭上 所以他們已經先看到 中國明年會更不樂觀 所以我出口不好 我當然對石油的需求 一定會降下來 所以明年需求成長 會再降到只剩1.6 這下就麻煩了 所以過去一直講 內外雙引擎 可是你現在出口這一塊的 引擎慢慢要熄火 你是不是要靠內需 和內需怎麼弄 習近平他講說 新職生產力 這個新的名詞 我要背起來 萬一以後靠 寫不出來 你看這裡面 我就很認真的去看 他就講新技術 新模式 新產業 新業態 新領域 新賽道 新動能 我發現所有的字 就加一個新 就這樣子而已 而且這些單字的意義 你不覺得差不多嗎 你不覺得差不多嗎 所以說到底最後我一個結論 沒有新花樣 我講傳統產業 也跟著出問題 因為你不願意投資源 在他身上 所以傳產也有問題 鬆夏電器跟豐田 算在這裡面哪一個 都不是 新的 新職生產力都不是 所以現在也出問題 他現在這個 浙江艾康斯能源集團 就是與鬆夏這些合作 好 他現在說要宣布停產 然後要放假兩到三個月 要求員工放暑假 第一個月你可以拿工資金貼 但第二個月就降到70% 然後還要自己覆設吧 反而很多的問題 因為你不算失業 對 他只是放假而已 對 你也不能領失業保險金 好 當然我剛才講說 你要帶動內需 北京現在是說 我們來支持消費的20項措施 可是我問你 我沒有錢 我怎麼消費 講了很多 你看特定的領域什麼餐飲 個人服務 網路購物這些 我們來支持他們 可是我們別忘了 早期你在推房地產 後來你在推科技 其實受惠的都不是 大多數的產業 都是少數產業 那這些產業 比較特定的產業而已 那這些產業崩盤以後 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受害 那現在你推消費 有什麼意義 所以民眾就說 你對家庭完全是遺忘的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先前我們有在節目聊過嗎 就是因為經濟不好 所以現在很多中國民眾 都有消費降級的情況 陳彥覺得你一餐吃到飽 應該花多少錢 現在在中國竟然有出現 這麼便宜的吃到飽 其實節目結束以後 我決定買機票 去那邊吃 我覺得一餐再回來 應該是划算 為什麼20塊人民幣 吃到飽 台幣不到100塊 對 那還有13元的 碳水化合物吃到飽 像很多吃到飽 不是有什麼麵食 對 所以它這個吃到飽 到底是吃些什麼 也OK 吃到飽其實大部分都是這樣 然後你看這19.9 都不是 我一開始以為是美金 因為我覺得美金合理 13美金19 因為我常常吃吃到飽 現在吃到飽 在台北隨便都1000左右 都是幾乎1000起點 但這個19.9 還有60多種葷素菜品 可以選 這個很用心 所以你看它午餐晚餐的 每天要招待超過千位客人 到底是餐廳的好意 還是真的因為經濟的關係 這樣子我生意做不下去 我問你 這樣子可以經營的話 那米其林怎麼辦 就消費不起 米其林一薪 直接就倒了 機簽貸款數百萬 接新年員工薪資 無預警倒閉 然後這個是北京泰昌的 一個天花板叫做泰購 直接就連同時都沒有 一夜之間就停業了 就停業了 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產生一些 很詭異的現象 比如說應徵員工的時候說 不可以屬狗 為什麼 我小狼狗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不曉得 他說生肖屬狗不行 他說什麼會泛衝 這個沒邏輯 那現在大學生越來越沒有人要累 他跑去念職校 這都在反映一件事情 反映什麼 工作不好找 工作不好找 消費持續降級 好 剛剛呈現到我們看到的是 在中國大陸 現在經濟依舊是趨緩 這樣的情況 不過現在大家也 最擔心當然就是 美國到底會不會 真的經濟出現衰退 所以市場幾乎笃定 在9月份應該會降息 我們要請教超馬發了 尤其現在大家覺得 可能經濟狀況沒有那麼好 甚至有可能會一次降糧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麼大量的資金 是不是湧入債市 我在這個時間點進去買 是不是真的穩賺不配 我想最近應該也有很多人看到 就像說投資界巨人 先鋒集團的一些說明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說 你在看很多的新聞訊息 或一些投資的資料的時候 你要看一下它的內涵 就像剛剛是不是有提到 就是內藤真一說 日本經濟不穩定的時候 他先不要降息 但他忘記 是你先不升息 他好像忘記 是因為你升息造成不穩定 所以不是說 你先幹了這件事情 然後你到大家冷靜 然後之後 當大家覺得一副冷靜的時候 他突然又給你兩個升息 所以說這個就代表 我們在看新聞訊息來講 就像我們剛剛回到 剛剛所提到 先鋒集團他 在這一段文章 他說大膽的宣稱 重點就是大膽那兩個字 因為一般人來講 大膽宣稱感覺很有把握 如果他寫宣稱 那個新聞大家不會點進去 沒有加上大膽兩個字 大家就會願意點進去 為什麼 因為他所描述的這個論點 的確是非常大膽 因為每在10年的投資報酬率 會升過美股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本來還在半夢半醒 看到這個的時候 整個人都大鮮了 我想說 這是從哪邊 可以得到的邏輯 因為我們會想說 現在我們想說 最近這一段時間 大家會討論到債券的投資 應該都是取決於 所謂的聯準會 有可能要降息 所以說如果在2022年 在那一段 所謂的整個美國在升息 暴力審息的情況 大家一點都不會討論到債券 所以說只要你討論到債券的投資 你一定會關注到 所謂利率的升降的一個變化 所以你從這個圖上面 你可以看得到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過去這20年 在2011年就是泡沫的那段 這一段過程中有降息 大概花多少 大概兩年半 你想想看 如果這個時候 你覺得可以暴10年 暴力審息的這一段 贏你的了 你這一段過程中 無論你賺多少 這段全部吐回去 而且一定還在倒虧 然後在第二次 在金融海銷這一段 從07年的10月份 一直到09年的2月份來講 這個大概是一年4個月左右 也是一樣 在這段過程中來講 你一定會感受到 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債券市場 不管是債券本身 債券型基金跟債券型 ETF 大家都是百花齊放 在這段過程中一樣持平 但是如果你一樣暴10年 你暴了10年之後來講 等於是又全部通通 又多歸零了 又突回去 然後最近這一把 是從09年的8月份 到2000年的4月份 大概只有 大概差不多6個月 8個月左右而已 所以說就我們看到 目前看到的金融史 除非有隱藏版的金融史 我們沒有看到 在金融史裡面 你說債券的 我們講說降息 有沒有可能連降10年 不可能 如果說它連降10年來講 我想那個應該不是只有某一個島會成 應該是全世界很多地方大概會出大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從來沒有在金融史上 看到過所謂的連準會降息 可以連降10年 所謂的債券的行情能夠連好10年 這兩者之間的邏輯 我想說 所以說來講 我說大膽那兩個字用得好 因為它用了那兩個字 我才會點進去看 看了之後我才會說 原來它認為是說 為什麼這麼看 在最近這段 因為當大家看到比較近的一些訊息 你看到是說當很多的股市的 不管是股票還是ETF 它的價格在大幅修正的當下 債券型的東西都很強 所以說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從這裡看到的是 債券型的ETF表現得很好 在看到這個 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有可能 不過在這個地方 以我們的認知來講的話 你說在接下來 你把你的資金分配合理的比例 到債券型的商品 這個是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說你要報10年 你可能會回想到 剛剛我們一開始聊的那句話 就是說日本不穩定的時候 我覺得不升息 但問題是 是你升息才造成的不穩定 所以說記得這個投資的邏輯 你釐清一下就是 可以做一個債券型商品的布局跟投資 但是記得那一定是在一個降息的階段 它才是有利可圖的 好 如果說降息的話 這個債券真的有利可圖 我要再請教巴勒 就是到底我要買的是長債還是短債 一般大家會覺得說 長債它的存續期間 越長的話可能對利率比較敏感 我可能比較大的一個價差可以賺到 就很多人會對於這個叫做 所謂的存續期間 這個火新聞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但是我想今天各位 你假設一個狀況 如果說 因為股市大家比較熟 當股票市場 假設說一個空頭落底 然後整個行情要起來的時候 你會選擇買比較活潑的宏達電 還是比較買溫吞的中華電 當然是活潑的 對 因為那個叫做股性比較強 所以說其實在債券市場 我們也認知說 在存續期間 你不妨把它想成 這個就是那一檔債券型商品的債券 就是活潑一點比較好 就像說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出去跟朋友吃飯來講 你希望你的朋友是E型還是I型 如果E型跟I型 你不太理解的話 就問一下您的孩子 E型就是比較外放型的 I型就是內向型的 所以你會希望你的一個聚餐 郊遊在活動過程中 你會不會希望 它們都是活潑外向的 所以你現在在買債券型的商品 我也會比較建議 所謂買比較活潑的 比較外向的 按照火星的專業文章來講 就是代表你要挑的是什麼 存續期間比較高的 為什麼我會特別講到這一點 是因為一般來講 大家在投資債券型的東西 優先也會想到債息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在選擇的時候來講 你會發現你的選擇一錯 你的最後的一個概念會差很多 我們先從這個叫做 月配型的這個角度來看 各位可以從這三檔的月配型來看 你會發現以它目前的 所謂的叫做約當的一個值率來看的話 945B的值率是比較高的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 看到它的值率率高 一般人就是看值率率而已 當然一定會選它 而且它的整個值率率 感覺好像是不輸高股息的ETF 但你會發現 它的平均有效程序期間是1.91的 意思就叫做說 它的股性非常不活潑 也就是說在KT裡面來講 它從來不開口唱歌 它基本上就當分母 在那邊吃東西而已來講 你會覺得沒什麼不好 但是在歡樂的氣氛上面 它就少了很多 所以在選擇上面你看 如果說今天拿下面的這個 8.0跟5.28 我想如果一般正常的投資人 他會10個大概有9個 我當然會選8.0的 但是當你發現 平均有效程序期間 也就是它的活潑的程度 兩者相差有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這個舒服度 我給各位一個數字 你大概就我的概念 如果在接下來的降息的過程中 累積的降幅是3% 從5.25 那降到大概2.5 假設累積3% 對於945來講的話 我們一個叫做推算值 降息降3% 它的進值大概可以漲5.7% 就是等於你的價格本來是從10塊 變成是10點 就是大概多漲5.7%而已 但是如果是說你是以942來講 它是不是14.69 14.69如果乘以3 它就是這個數據 存續情緒乘以3 對 就等於是說一個大概只能 如果說以累積3%的一個跌幅 降息的幅度來講的話 它們這兩者之間的進值 就是資本利的一個相差準度 會非常非常大 對 會差很多 就等於是你在這邊 我一年輸它大概是2%多 但問題是你整個來算來講的話 到最後你會發現 你可能只賺到利差 但是你的所謂的資本利的沒有 所以這邊每一個都是一樣 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挑高的利率 高的債息 你選擇的都是所謂的 平訓程序期間 非常低的情況之下 你到最後的降息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 你真的拿到的好處 跟你的期待感會差很多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稍後來關心 現在金融股獲利表現 也是相當的一個穩健 如果說在這個時間點 適不適合再去買金融股來存股呢 我們稍後來了解 我們說金融股和獲利穩健 是一般存股族的最愛 不過我們以五大金控 今年前七個月 的確獲利也是高達上千億 感覺非常的好 不過我們要請教挺好 在股市跌的時候 其實金融股也會跌 在今天包括趙鳳金 第一金 台器銀 今天除全息 就全部都貼息 沒錯 基本上金融股算是這樣子 它在景氣循環當中 它算是末段循環 不過金融股由於它的流動性非常好 所以它是外資主要進行 調節的對象 所以有時候賣壓也是非常重的 可是以長期來看 它的整體股價的波動度 相對於電子零組件 相關概念股的話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來的大 那第二件事情 是在過去幾年 由於臺灣外匯水平的大幅激增 我們看到這幾年借貸的服務 或者借貸的跡象 包括水位等等 都有非常顯著的推升 所以現在在金控股層面 我們可以分為三個產業 那就是銀行股帶頭衝 證券股後來跟上 壽險股 匹級泰來 什麼意思呢 現在最吃香的其實就銀行業 為什麼 今年才過七個月八個月 今年的業績總目標 幾乎全部都達成了 房貸的也放滿了 信貸的也放滿 主要是因為房四行 沒錯 也很多人去質押信貸 抵押貸款 現在唯一的問題是 銀行業現在大家不太擔心 今年下半年的業績 因為已經達標了 已經達標 提前達標了 大家擔心的是什麼 會不會有預放筆的問題 會不會有違約 你都放出去 你收不收的回來 那是重點 但是你具體觀察 如果根據國營的資產品質 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你像中國和香港的部分 它的預放比大概在1.5% 算亞洲市場比較高的 其他我們看到 美國的部分1.3 其他澳洲的部分 大概在1% 你看到台灣才多少 0.1 是所有亞洲市場當中 預放比最低的 即便台灣是浮動利率 照來講浮動利率 你那個感受利率很深 常常會直接衝擊到你要繳的房貸款項 可是你會發現 台灣人就是好好給你還錢 這是民族慣性 常年期都這麼低 是所有國家來的最低的 那包括我們這幾年 所以我們的風險是最低的 第一 風險是最低的 借的最多 但是風險最低 那第二件事情 是市場的流動性非常好 今年的成交量相對於去年 有非常顯度的成長 我們看到不管是財管還是放款 銀行的首收 在今年都幾乎創下歷史新高 任何一個金控的銀行部門 幾乎都是創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交易量的確好 今年市場上的確有顯著的波動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回顧來看 因為現在的殖利率已經確認了 我們要看的是明年後年的殖利率 會不會讓我們有能力 能夠抱得住金融股 之所以大家抱不住金融股 是預測 完蛋了 明年好像發不出配息 那我持有它幹嘛呢 可是今天我們跟投資朋友聊到 首先它的放貸余額 幾乎已經滿水位 而且這幾年預售屋成交量大不大 這幾年預售屋成交量很大 預售屋根本就不會在今年升貸 它是在明年後年大後年 你等於是銀行 交屋的時候才要貸款 那銀行已經把二五年 二六年 二七年 到時候的放款 已經booking好了 業績就在那邊等你了 到時候就等著收錢就好了 所以按照這樣的一個角度而言 即便短期內好像有點貼惜 但是我們都很清楚 銀行業在未來幾年的業績 似乎已經開始有所發酵 那如果我們以現金鼓勵殖利率來看 由於在過去一整年當中 銀行股和金融股 其實也受到非常顯著的資金買盤 所以現在的現金鼓勵殖利率 普遍來看 大概都記在四個percent左右 但是要在明年 有亮麗現金鼓勵殖利率的 我個人認為 以銀行股最為值得觀察方向 為什麼呢 因為近期受到了比較明顯的調節 外資的賣押 但是明年的業績 你已經很清楚確定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如果具體觀察 你像中信金的部分 它是在五家金控業 現在公布當中 不管是單月獲利 單月EPS 累積獲利 累積EPS 或者累積成長 都是五貫網 中信金的銷金真的很可怕 這幾年 我們都很清楚 中信是以銷金起家的 雖然它有部分的壽險 是屬於台灣人壽 但是你看到 今年現金鼓勵殖利率 是有五點三一 股價其實過去一段已經漲很多 還有五個percent的成長 過去的平均現金鼓勵 是四點七三percent 那其他像元大金的部分 雖然今年的現金鼓勵 利率三點五一 可是你要想想看 今年成交量高不高 今年成交量非常高 今年的獲利 都會變成明年的配息 所以如果股價 真的有均值回歸 值得留意 其他像是永峰和玉山 現金鼓勵殖利率 看起來沒有這麼亮麗 可是據我的觀察 目前貸款水位 幾乎滿載 老師有時候 我們看金融股 真的都不能看今年 因為是用今年的獲利 出於今年的股價 算是反映明年 對 我們要從今年的 EPS的獲利表現 來推算 明年它的現金鼓勵 會不會持續發放更多 那幾乎會肯定 只要是銀行或者證券 明年的現金鼓勵 一定遠遠比今年還要來得高 所以這個時候 價格的回歸 似乎就是一個 不錯買入的點 那有些人會說 可是我覺得這些銀行股 這個現金鼓勵殖利率 才5個percent 我投資100萬 每年才零5萬塊回來 感覺還滿少的 對啊 你看0056的部分 有些都已經7個percent 8個percent 高股息ETF 很多年化都10%以上 對 那它的區別在哪裡 區別就在於 大多數的高股息ETF 它的配息來源 來自於國內財產交易所的 賺到的價差 它有很多ETF 都是投資這些金融股 它明明都投資這些金融股 但是為什麼現金鼓勵殖利率 幾乎是這些金融股的兩倍呢 原因很簡單 配給你 它在進行成分股更換當中 所賺取的價差 那你要賺取價差 你可以從全執行ETF 或者電子股當中 可以直接賺取 要穩穩的領股息 我相信 如果未來股票市場 持續有修正的空間 那麼高股息ETF的配息 可能不會太亮麗 為什麼 它沒辦法配給你 這麼多的價差 可是金融股這個時候 由於今年的獲利亮麗 相對來看 現金鼓勵殖利率 就會表現得相對亮麗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在最近台股大回檔 不過很多人對ETF 卻是越跌又越買 那麼接下來到底 該怎麼操作呢 我們稍後來關心 最近台股大回檔 我們要請教巴勒 很多人對ETF 就是越跌我越買 所以遇到像這樣 大回檔的時候 買就對了嗎 第一個 答案是對的 但是買法有問題 買法有問題 就等於是說今天 因為我們想說 因為很多人都會講 是說我如果用 定期定額的方式 可以再做執行 但是各位你想想看 之前您在執行的 定期定額 是不是在投資基金 是不是你一個月扣一次 那種叫做定期定額 但是當現在在跌的過程中 其實從那一段時間 開始慢慢跌 你其實每天都覺得 好像應該要去做扣款 但問題是說 你會發現 你今天覺得要扣款 逻辑上面跟策略上面 都是對的 因為你如果說 價格在下跌的過程中 你願意扣款 你的平均成本一定往下降 你的累積的股數一定也會增加 但問題是當你並不是像 一般以前都是透過APP去設定 就是定期 然後每個月幾號去扣款 這種如果大家在執行 所謂的月跌 在月購買的過程中 你會碰到一個狀況就是說 我知道買是對的 但是我到底什麼時候該買 就等於是說你禮拜五跌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時候應該買 結果你就說好吧 有些人就有些人買 買了之後來之後 禮拜一再跌 他就開始罵自己 如果隔天又繼續跌怎麼辦 早知道我再晚一天 但是如果說他說今天禮拜五大跌 我緩一緩 到了禮拜一 你看還好我緩一緩 但是禮拜一 他一定也不會買 等到禮拜一也不會買的情況 當禮拜一一談上來的時候 到底該買還是不該買 所以說策略上一定沒什麼問題 但是在執行上來講的話 如果你覺得在看所謂的ETF 不管是哪一檔ETF 它的高低點 如果你覺得你還不太會看 你還真的不如就是乖乖的 就是所謂的它跌 就是它只要有修正 你就買一點點 就是你不要去預設 它會跌到多少 就買黑不買紅 對 就等於是說 它只要有跌一點點 但是很多人總會有那種說 我逢低買進 會希望是說 當它跌到某個低點 然後就一把多大的 就想進去 但是問題是說 如果說你就是回歸到 你一開始對於這檔操作的 一個初衷就是 如果我不怎麼會看 它的高低點來講的話 你真的是乖乖的就是 只要有跌就買一點點 不用怕買少 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怕我買少了 過了這個村沒那個店 但是你經過一次又一次的 洗練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你還是比較乖乖的 就逢低往下買 策略一定是沒問題的 至於說在這選擇上面來講 其實這五檔 因為最近大概 大家買最多是高股息 你說這五檔 你是說有誰特別好買 我會覺得都差不多好 不過剛剛其實大家都有提到過說 以目前的狀況 即便台股會做一個 所謂的適度的一個回調 對於所謂的高股息的ETF 它的配息的 就是分子那個部分會下降 這個應該不意外 但在不意外的過程中 只是讓它回到一個合理的狀態 因為10%真的不能叫做常態 6%到8%其實就已經很好了 所以說當它的所謂的分子的部分 在做微調的時候 基本上問題不大 但是如果說你在同一時間 你在分母的部分 在股價的部分 你持有的成本 也能夠再順勢的 往下去做一個購買的話 其實它長久以來 它的所謂的投資報酬率 其實還是算不錯的 所以不用太緊張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在今年巴黎奧運 除了各項賽事人受到關注 其實選手間交換的這個徽章 台灣的珍奶徽章真的是爆紅 我們稍後來看 其實那一次這個奧運 選手之間交換的徽章 也會受到大家的關注 在今年呈驗 台灣的珍奶徽章 真的是很搶手 我們這一次的體育外交 做得非常好 包括珍奶也做了外交 因為這一次我們看各國 都有在交換這個聘章 就徽章 大家都有一些 別出心裁的一個設計 我們這一次做得非常好 他做了一杯珍珠奶茶 上面就是奧委會的圖 然後旁邊有三個愛心 三個顏色的愛心 紅色 白色跟藍色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可愛 實際上可能我覺得因為可愛 加上別出心裁 旁邊還有一個巴黎片 非常非常吸引人 吸引人 所以組合在一起 變成大家就很喜歡 大家都會想辦法要 因為實際上有給我們 每一位選手有一些配額 讓大家去可以做一些交換 做一些交換 還有這個鑰匙圈 就是我們講那個阿嬤包 那個去做國名家 一個20個 當然你如果真的很去 能夠真的認真交換 那還不錯 可是因為太搶手了 所以現在既然網路上有在賣 喊價喊到多少 305美金 一個9000塊20個賺翻了 當然大家沒有 這個我相信不是我們的選手 放上去賣的 對不對 一定有人好不容易換到 看這麼搶手 現在連這個TikTok上面 有一些選手也在要 波多黎克這個 還透過網友的牽線 好不容易跟我們的 健級好手換到了 然後包括這個 烏克蘭的跳高女神 包括這個桌球阿嬤 他們換到都很開心 我趕快秀一下打卡 然後連林玉婷 這一次挺進金牌戰 因為我本身 我也是拳擊好手 所以我也有在 跟著她的賽事 他說每個人都跟她要 每個人看到都跟她 也算是一種支持 對不對 因為她這一次有一些些 肥言肥語 再來是這個彭明洋 你看她做